今天來到基隆這個地方 聰明嗎?聰明嗎? 超級! 就算愛台灣,我都要生活的,是不是? 吃糞便嗎? 今天來到基隆這個地方 很棒 哇,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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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這個 這個位置很美 我剛拍完車之後以後來拍照 這個位置很美,是不是? 這裏是基隆,剛才看見八指 顏色很漂亮 好像畫圖一樣,倒影 很漂亮 很舒服,趁有少許陽光可以拍攝 沒得拍的了,就是落山了 漂亮嗎? 剛才很漂亮的地方,對面有一個船廠的位置 好像一個船形 有幾格,令人衝動想偷偷地爬進去 當然我當然沒這樣做 好像這些在拍戲,窗戰 這些人就被人綁住 被人營救的地方 挺有趣 有一個原住民廣場 原來台灣的原住民都是這樣的 知不知道印第安人 今天就放自己假 放多幾天 因為端午節我沒有放到假 所以,由母親節開始 我已經覺得自己越來越累了 坦白說,這半年 我發覺自己 身體開始有點毛病 開始出來了 發覺自己 應該是內分泌失調 感覺到自己的下巴是不停地爆瘡 每次要蓋很多東西才能遮蓋 所以,其實本來都不理 但是發覺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嚴重到已經好像有點失控 所以,都覺得要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真的要早點睡 真的要做些運動 因為之前有段時間 真的太忙了 你想一下其實 過來台灣 第一天晚上 頭八個月、九個月 每天晚上都差不多兩、三點才睡 然後,早上又會六、七點起床 但是,很精神的 不知為何不晚睡 久而久之 那時候每個月都輕1kg 所以,其實 但是,因為新環境 你會不會覺得累 但是,當老公和小兒子都過來之後 其實可能你又覺得家裡 你都要照顧家裡多一點 好像完全不理家裡 其實都等完都沒怎樣理 都是等他們照顧我 但是,都發覺自己這半年 是有點內分泌失調 所以,其實查東西都沒什麼用 已經去到 我覺得都是要做運動 所以,最近出少了影片 因為不出影片的時間 我就用來做運動 就等自己起碼 血液循環一下 因為我這些血液 好像會凝固的 如果不去做運動 因為流得太慢了 血壓偏低 變了長期這些血 好像不太循環到 手腳冰爛這些 經常的 所以,這期真的要 希望自己休息多一點 做多一點運動 希望自己的身體可以好一點 然後,又發覺近期 很多香港客人都跟我說 會回香港 或者有些人轉去英國 不再在台灣等 其實都有點不開心 因為覺得 為何這麼多人都要離開 但又沒有辦法 因為近期的確聽到很多不批 或者又說要再觀察 再看看下一年是怎樣 香港人來到 其實香港人來到 其實說真的 投資都已經有一筆錢 那筆錢其實 謝謝 那麼 投資那筆錢 會用一下 用一下沒有 因為真的要投資 其實 又不是這麼容易 可以賺到錢 其實好像我現在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賺 都是打個和 賺丁丁 那樣 其實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賺慣香港的錢 如果來到台灣 賺這麼少 其實真的覺得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所以 做得這麼辛苦 又賺得不多 我想很多人都會 真的會有些退堂股 打退堂股 真的會 不是說不喜歡台灣 很多人都喜歡台灣 但是 你都要生活的 沒有錢 那你怎樣生活呢 是不是 那 我的情況 叫做 我的情況 叫做 是可以 打個和 但是有很多 來到做生意的那些 完全打不到和 每個月蝕租 自己又要租房子 你們想一下 他們本來想要一年 或者幾年 過得到 那就 可能再回香港 賺點錢 拿些蛋藥過來 再在這裡洗 再在這裡生活 但是 現在發覺 好像無了期 要長期要這樣的話 可能 就真的覺得 有點難度 所以 如果他們要走 又不可以說 他們其實都不是真心 愛台灣不是 是不是 就算愛台灣 我們都要生活 是不是 你沒有錢 你沒有錢 一直在這裡消費 消費 租屋又要錢 吃東西又要錢 但是又沒有得賺錢 所以 其實有一批人 要回香港 我覺得都明白 你怎樣都要回去 再補一下蛋藥先 賺一段時間錢 才可以再 再看看怎麼打算 去了英國的朋友 的確他們找到工 人工會高一點 正常很多 跟香港比 因為台灣的人工 真的 比較低 所以 如果這樣 這樣賺下去 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覺得不夠花 所以 我現在要休息一下 給自己補價 補多天 其實補了兩天 沒有辦法 因為真的太累 拍片那裡 都不可以經常拍 因為如果再這樣拍 我自己身體 都是頂不住的 我先吃東西 讓你們看今天吃什麼 又是我最喜歡的海鮮餐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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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魚 魚湯 好了 還是先吃東西 不怕 拜拜 拜拜